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因为我在家里是小公主 所以我想找一个 就是像爸爸一样 很宠我 很爱护我 很体贴我的这样一个男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我叫李若曦 我现在是一名幼儿教师 我的恋爱宣言是 有趣的你 遇见有趣的我 我嘻嘻哈哈 你开开心心 大家好 我是四号女嘉宾 韩梦雅 我来自郑州 今年22岁 我的职业是一名 汽车俱乐部的行政主管 我想要的感情 不是被权衡利弊地喜欢 而是被你坚定不移地选择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罗月美 我来自广州 我今年26岁 我的职业是形象设计师 我是一个白身归睡意生活 晚上归睡意灵魂的人 我的爱情信念是 只想做你的宝贝 不想在别人那里遭罪 谢谢 我是六号女嘉宾 我叫杨雪 今年26岁 我来自天津 我的职业是自由职业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是自由自艺 野蛮生长的女孩 哈喽 我是七号女嘉宾 李思雨 来自云南昆明 今年27岁 我的恋爱宣言是 我想做恋爱中的女王 希望你能臣服于我 哈喽 我是八号女嘉宾 我的名字叫好千千 今年22岁 然后来自北京丰台 我现在的职业 是一名自由的音乐人 然后呢 我的恋爱宣言是 我希望找到一个 像蔡西哥一样的男朋友 那接下来赶紧让我们请出 今天的最爱男生 让我们掌声有请 刘洋和他的爸爸 欢迎 有请 欢迎你们 这父子俩拉着手就上场了 拉着手 欢迎 二位来 刘洋好高啊 对啊 刘洋你有多高 一米九二 一米九二啊 就特别有安全感的一个男生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你有多重 108 108公斤 各位美丽的小天女们大家好 我叫刘洋 今年24岁来自美丽的天津 我是一名职业的冰方球教练员 目前呢也正在跟朋友们合作一起开设一家冰方球俱乐部 今天很高兴来到现场想解决一下自己的这个终身大事 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是那个刘洋的父亲 很高兴今天在那儿大家相见 刘洋呢其实跟他的名字一样也挺阳光的 酷爱运动 今天呢希望他那个牵手成功 欢迎欢迎负责两 刘洋你爸爸高好多 是因为从小运动 说我妈做饭比较好吃吧 哦 哦 哎那你这么高的个子会不会对你的另外一半的身高也有一些要求啊 其实还好吧我觉得女生只要达到1米6就可以吧 我们还是有要求呀 我们今天最娇小的是哪位女生 应该是我 愿美 辛苦你来一下好吗 来来来 我看看你们这个身高萌成什么样 对 愿美还穿的是一瓶底鞋子 哇 哎 这我是妇女的 什么 对啊 身高差 什么感觉 嗯 好少吃 就容易保护 就好保护 容易保护 愿美你会觉得这个身高怎么样 我抬头能够看到她特别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 好娇小的感觉 请回请回啊 谢谢愿美啊 身高差 你也是觉得可以接受的很吗 很可爱 还可以 高个女生也可以 是吗 别超过1米8就是 有超过1米8的女生吗今天 没有 我家10厘米高跟鞋可以 嗨 我家20厘米也可以 开个玩笑 他们都说你们父母俩出来牵着手很萌 生活中儿子是一种萌萌的小男生吗 有一点点吗 就还挺可爱的是吗 对 是外相还是内相 我是一个小暖男 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是教练吗 为什么体积会那么大 这个很多人都问过我 甚至有的人会问我 觉得感觉我不像一个比方 就是教练员 是不是 不像 其实我在训练的时候 退役之前 我本身是比较瘦的 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原因 我每天晚上带训练 要大概到8点半左右 到家呢可能9点多 10点来钟 在吃饭 因为晚饭不太规律 而且说了嘛 妈妈做饭特别好吃 那你后面会考虑要减肥吗 你是嫌她胖吗 对 要减重吗 我一直在减 你现在看下我 不是我最重的 那你开始是多重 我最重的时候达到了240 可是我跟你们讲啊 就她1米92的身高 其实108斤是偏胖那些 但不是说真的很胖 但是我感觉胖胖的也挺可爱的 你看有人喜欢 其实我们并不是很看重体重的 是的 你需要自律一点的话 其实你们一直都在说 人家是体重的 不是 如果它是那个肌肉 然后重一点 我觉得是ok的 对 看中间的体脂含量 因为你体脂过高的话 身体会不健康 你们小姐姐们 能不能不要去看人家的皮囊吗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 是一个很有趣的灵魂 主要我是股价比较重 你也别执着于身材了 我的股价就跟你们一边重了 当然我觉得啊 你健康维持比较合适的体重很重要 但是今天来反正就这样子了 交给你们了 将来是和她在一起 帮她一起减肥呗 帮她一起健身呗 我们更多的还是了解一下 她有趣的灵魂好不好 是的 其实人家外表也很可爱嘛 憨憨的高高的 很有安全感 是不是愿美 是 特有安全感 所以啊 接下来我们要去近距离的了解一下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那一刻心动 谢谢 这歌好老啊 她为什么喜欢这样的歌啊 她喜欢听老歌啊 唱的还是不太会唱啊 不太会唱啊 这条路慢慢又长远 红花当然陪旅夜 这一辈子谁来陪 渺渺茫茫来又回 呃 哎 儿子生活中之中挺 热 热情的那种人吧 对 这对对 对 这对对 不害羞 她世界是多任何人 她是挺热情的个人 哈哈 大家喜欢那种 小巧玲珑的 还是高高大大的女人 她喜欢那种 小巧玲珑的 哦 哦 胸浩瀚宁愿孤单 哈尔朗幻生试探 装纸套青丝还愿迷恙 人生短短几个秋 啊不醉不罢休 东边我的美人 啊西边黄河流 来啊来个酒啊 不醉不罢休 朝前凡事别放心头 红花荡染陪绿叶 这一辈子谁来陪 渺渺茫茫茫来又回 往日清净在浮现 偶碎断了似海脸 轻叹时间是多变迁 人生短短几个秋 啊不醉不罢休 东边我的美人 那西边黄河流 来啊来个酒啊 啊不醉不罢休 周青凡事别放心头 哎呀唱歌的时候还真的像爸爸说的萌萌的呀 什么感觉呀刘洋你在整个过程中 感觉各位你家边都挺会唱歌啊 我是真没想到啊 98年的一男生怎么选了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呢 这是应该你爸爸给你选的吧 对啊这个 不是有点受我的那个影响 啊啊啊和这是你爱听着歌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主要是我爸爸唱歌比较好听 然后从小我 就是总跟我爸一起唱歌了嘛 然后他就一些喜欢的歌 然后我也挺喜欢的 你爸平常老唱 对 爸爸来两句看看 儿子谁唱得好啊 你们想听吗 想听 我爸爸曾经就是 凭借一首《易剪梅》 把我妈追到手 哎呦 我回头拿到 哎呦 没了 《易剪梅》一个呗 给儿子树立一个榜样 今儿儿子也签个成功 不好意思 家里俩 我就签个潮 好 好 好 来来来 人情向草原宽阔 层层风雨不能足够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耀你我 爱我所爱 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天地一片苍茫 一间寒梅傲里雪桌 只为一人飘下 好 见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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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一下被爸爸带到那个 二 三十年前跟他妈妈 告白的时候那个情景呢 但是你没有继承爸爸的好嗓音 对 爸爸的嗓音是真的很 很有体力 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沐浴在父母的爱下 长大的孩子 是 所以你爱江山还是爱美人 我也想过 正如他的歌名一样吧 我的答案 爱江山又爱美人 更爱美人 更爱美人 因为我觉得 当我拥有更好的江山的时候 可以给我的美人更好的生活 所以今天八位美人跟你一起唱歌了 你的整体感受是怎样 感觉若是刚才做个《醒见读》的话 可能要爆表了 爆表了 你们刚才和刘洋一起唱歌 会有什么样的印象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紧张到手湿了 还是因为我紧张到我手没湿 啥意思 就是你手心的汗那么多 是因为那一样 挺干的 互动的时候 感觉他还是属于那种 比较憨厚老实的那种男神 腼腼 他跟我互动的时候就很僵直 我能感觉到他是比较直来直去的 他有一些拘谨 不太上于那种 搞个小浪漫那种的 你是不会太搞浪漫的那样的 可是你不是说你暖吗 我一般属于是 擅长于为我心爱之人 搞浪漫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到那个层次 所以才这样对吗 我刚才光顾着记歌词了 浪漫没顾得上 是这个情况吗 当你打个圆场 刚才这个刘洋在唱歌的时候 爸爸在下面说 我儿子平常很热情的 对人很好的 你们有人感受到了吗 我有感受到 他一直跟我说 我们俩都互动一下 他在没上台之前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对五号真的是青睐 真的 我跟你讲 我们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你怎么知道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你太明显了好吗 其实第一眼的感受 只是我们最初的行动 没错 那其实后边的交流 彼此的了解 性格的互相的知晓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是的 所以在这一轮的互动当中 让我们刘洋一见 亲近的女生会是谁呢 来请选择 是 不是五号吗 就不告诉你们 你确定吧 刘洋 确定 那你觉得你 经过之后的交流会有变化吗 还是你很相信那种 一见钟情 一见清新的感觉 曾经有过一见钟情 所以你还是有一点 相信一见钟情 对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更多地了解一下彼此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问清新 好 在我们互相了解提问之前呢 我们先通过一段VCR 来了解一下刘洋 他是一个怎样的男生呢 请看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刘洋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天津帅小伙 我是一名职业的冰胖球教练 我的运动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 我从五岁就跟着他一起打球 从那以后 冰胖球就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想找到一个能够喜爱运动 愿意跟我一起打冰胖球的女孩 我们一起办一家冰胖球俱乐部 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冰胖球力量 其实我从小还有个飞天梦 但由于自身条件限制 无法如愿 直到有天 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无人机 我就对他一见钟情 我享受通过操纵手柄 翱翔蓝天 看大地的感觉 你愿意和我一起换个角度看世界吗 作为一名充满了运动细胞的九五号 我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我喜欢通过速度与畸形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和情绪 我认为人生就好像下棋 需要走一步 看一步 想三步 为筹谋 运筹帷幄 我喜欢下棋时的感觉 让它能够让我在运动之余沉浸下来 稀稀品味 百态人生 我是一个积极向上 风趣幽默 做事果断的人 对待爱情的态度就是 喜欢就追 不喜欢就吹 骂钱不钱 乐呵乐呵 得了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你这最后这句话 说得有点深意 乐呵乐呵就得了 就是感情嘛 我觉得喜欢就可以 可以去努力奔赴 不喜欢嘛 彼此也不要浪费时间而已 就是你不喜欢那种强求啊 或者使劲追啊 怎样去 强扭的挖不甜 还是很有个性的男生啊 那你见到喜欢的女生 不会去追求他吗 如果我一见亲亲的女生 肯定会尝试去努力啊 那你努力的期限是多久呢 这个我会在不同的阶段 看不同的效果 如果要是一直没有效果 最长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 是不是也差一约了 听听听听 一个一个说 你看你说的炸锅才一个月 人家慢热怎么办 那你说他做其他事情也这样吗 就是半途而废 然后无法持之以恒吗 不 就是一个月 你如果要坚持着 一直去对他好 一直去为他付出 还是关系跟陌生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可能双方还是不太合适 可是人家想考验你两个月呢 是啊 那说明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他肯定会有一点变化 可能相处一周就会有一点点变化 不一定非要有结果 我问一下 刚才嘉玲说两个月 你觉得一个男生追你 多久你会答应 我应该要稍微长一点 我有点慢热心的 多长 多长嘛 三个月吧 三个月 对 那一个月就放弃了 肯定就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我喜欢你 我追你 你要给我一点反应 才让我能有继续往下追的动力 我想知道你追女孩子的方式就是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但是我会把我认为好的给你 然后我需要你回应 还是说我要先去了解你 才能给你你想要的呢 我的方式一般会先用我 我习惯用的方式 对对对 你认为好的是给女生 然后先不管女孩子要不要 他刚才是你嘛 那你肯定追不到女孩子呀 是的呀 那你怎么追呀 哎你们怎么都上来 感觉有点欺负人家刘洋啊 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就是了解一下这个 不是你知道刘洋手里一直 拿着一些东西 对 他手上拿了十个乒乓球 你们没有关注他手上拿了十个乒乓球 看到了吗 看到了 我还看到他上面有写着真爱两个字 啊是吗 我你眼神那么好吗 我都没看到 你拿着乒乓球是什么意思呢 对 你拿来解讯一下 送给现场所有的女嘉宾 为什么要送乒乓球啊 因为乒乓球是对于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有一个外号 就是也算是小名吧 就是我叫球球 球球 所以我希望你们 无论今后是什么关系啊 可以记住我 好不好 可爱的乒乓球 那把你的可爱的小乒乓球 送给大家 那从1号来 好 谢谢 他每一个乒乓球上都有画一个 你看到我真爱是吗 什么 我就拿个这个吧 我看上面都画每一个图啊 他好像是不一样 真有真爱 是 每一个上面自不一样 真的有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真有真爱 谢谢 你选吧 我选啊 对啊 你放吗 谢谢 我也看见了 真爱 他放了真爱在你手里吗 可能是随居选的吧 这是什么套路 我有点看不懂 我就问一个问题 这个真爱是跟其他 七个乒乓球有不同的意义吗 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其实现场 各位女嘉宾可能有点误会 真爱再重要 但可能不是这八个球中 最重要的 我们其实就是想看一看 你到底有多暖 你怎么暖了 刚才杨雪问你呢 就是我暖 暖的话 我会把我所有的 工作之外的时间 基本上 会都放在我的女朋友身上 我觉得暖 咱得通过细节来看 你不是乒乓球教练吗 我来看看你和女生互动 你教人家乒乓球的细节当中 能不能体现你暖 好不好 可以展现一下你职业的一面 谁愿意跟他学两手玩乒乓球 那我试试吧 好 来 我们请思雨来试一下 你先教我一下 你打我比方球吗 没有 他没打我 握盘伸个手 然后咱们在这 卡住 卡住这 呼喉要卡紧就行 三个都是三个球盘 把盘托平第一步 再把球托住 然后踮起十公分的高度 踮住 让球自己回来 这就是颠球 颠球练的是空球 好嘞 试一下 不要笑我 走了 对 起 对 对 对 让我低一点 哎呀 哎呀 走 走 好 跟着低一点 轻轻走 跟我的力量走 跟着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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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 对 低一点 低一点 好 可以啊 挺好 可以啊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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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雨你感觉到暖了吗 没有感觉到暖 反而感觉到她有点过了 就是虽然说她在教我颠球的时候 其实她如果说是先问我 可以碰一下吗 然后再来的话 我觉得会好一点 但是她没有说直接上手 并且搂住我 就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你刚才怎么想的 这样去 啊 一下就 这也习惯吧 在我学过程中 肯定比不太少 会有一些肢体接触 啊 这样的话稍微理解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在大屏幕上 出现十个情侣之间 喜欢去相互了解的问题 是的 请刘洋和刘洋的爸爸 来选择三个问题 我们和女生来进行互动 好 来 请看大屏幕 我选一号 恋爱后男朋友的位置 爸爸再选一个 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第三个呢 面包和爱情 所以我们选定的三个问题是 恋爱后男朋友的位置 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面包爱情哪个更重要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吧 恋爱后男朋友的位置 我就是恋爱脑啊 恋爱之后的话 男朋友的位置 应该就是蛮高的 蛮高是多高 之前有过一个不好的经历 所以那个现在可能会倾向于 工作先第一 除了工作就是男朋友 甚至有的时候会大于我的父母 那一号我可以理解为 就是在你看来你的工作 要大于你的父母 因为我只有好好工作以后 我才能给我父母更好的生活 是啊 若曦觉得工作是第一位 对 我也认同她的观点 在我的第一和第二 并列的话 肯定是父母和工作 那男朋友呢 对 男朋友可能给她排到顺位第二 或顺位第三 我主要更想制造的 不是你的更多个异性 是你的这个 除你男朋友以外的 其他的一些朋友 不是你的闺蜜啊 男朋友 那肯定是男朋友第一啊 那肯定是男朋友在前面啊 问题就这么简单 就是是重色亲友 还是重有青色的类型 那肯定是重色亲友啊 对 我觉得是朋友重要 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恋爱脑 之前我对男朋友特别特别好 他之前耳机丢了 那天下着大雨 然后我帮他找遍了所有角落 给他找 他去哪儿了 他不找 他在睡觉 半夜大概一点钟的时候找到了 然后他说谢谢 然后之后后面 就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出轨了 然后我就觉得男朋友 他就是可能放在首位的话 已经超过那个位置了 那你就没有想过说 你可能遇到的下一个 就不会是这样的了呢 主要是感觉身边的朋友啊 那种渣男都很多 然后导致我可能对男朋友的 这个 没那么信任了 对 信任感没有那么强 你可能身边长得比较多 但是你可能还没有看到一个更好 更优秀的男人 比如 我觉得做跟有都不重要 那谁重要 自己最重要啊 就是我会有我对我自己的所有安排跟想法 我要做好我自己的情况下 我再去考虑朋友还是男朋友 那你会为了你的男朋友去改变一些你的安排吗 不会 我觉得就是朋友更重要 就像我之前有一天我是很不想出门 然后呢男朋友也打电话给我 闺蜜也打电话给我 但是我当天是同时拒绝了 第二天我是先约了闺蜜一块出去 然后在约了她的同时呢 我的男朋友刚好也给我打电话了 说我们一块出去坐坐 我说我先约了我闺蜜 我不可能因为你就把我闺蜜水了这样子 那你不怕她生气吗 她生气了给我打电话了呀 然后我就返回去说了 你凭什么要掌控我呢 可是她是你要过一辈子的人呀 你的闺蜜 谁告诉你男朋友就一定是过一辈子的人 朋友才是一直在的 那你要是不以报了这个初衷的 不以这个目的的初衷谈恋爱的话 还说下一秒他就分手了是不是 你要先了解不能越过了解这个过程 哎呀好吧 再也不想做这个代假片子 因为代假片子会很影响她的工作 影响她日常 但是后来第二次呢 也是因为她一开始闹个小脾气 后来呢就是说为了哄她吧 然后她说再做个美甲 她就非得跟人美甲师说 我要做代假片子 然后我就不同意 觉得吧她不太尊重我的感受 不太尊重我的感受 她对人家自己的感受 人家做什么不行啊 因为当初我们俩 她跟我说过 我们俩说过再也不做这个代假片子 那她临时又想做了 你为什么不尊重她呢 然后吵了一架之后 她就说分手了 没吵架 那怎么分手的 出来之后就很平淡 就说各回各家了 就微信里头就不等个说话了 然后过两天就自然而然 就这么自然地锻炼一下 还有其他的事吧应该 我觉得也是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爆发点 就是说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个这个磨合吧 不等达到一致 那这个假片这个事情是你觉得 她曾经承诺了 然后又反悔了 这个你觉得不舒服 还是假片太贵了 你要拿钱你觉得不合适 其实当时 这钱这个东西 当时我跟她那一块 真的没太看重 因为我跟她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就是一见亲星嘛 然后那一天一个下午 我已经反反复复见了三次 最后我跟她说 我说我喜欢你 我非常喜欢你 她问我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比真金还真 然后她就说 那我就要金货 然后我在见面第一天的时候 我就给她买了一个金货 爸爸支持这段情感吧当时 确实有一些个原因 你知道的原因是啥 反正就是在这女生 比较物质一点 就可能没有那么纯粹是吗 就是我跟她在一块吧 可能第一次见面 送完金货 其实只是比较有好感 然后过了将近二十来天吧 是一个三月八号 对那天呢 我又给她买了一个金项链 这样的话 我亲手为她戴上的时候 她说她决定跟我在一块 然后当时我姐挺高兴 后来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她给我提了一个叫HPV 酒驾疫苗 后来呢我才知道 酒驾其实不是说 它价格有多不远 价格其实还好 不这个也要让你付钱对吗 对对对 她打疫苗也需要你付钱吗 这不是她要我付钱 是我想给她付 她要不跟你说 你怎么知道她打呢 她就是知道你会 你会给她付钱 所以她才会 她才会跟你说的呀 这个女孩很有心机呀 所以这件事情你爸爸都知道吗 知道 儿子是会跟你们商量的是吗 不是 后来知道 她打完了后来才知道 其实我跟她在一块之前 她就说过她闺蜜 这两天也打酒驾去了 她男朋友 她闺蜜的男朋友 给她打酒驾去了 然后呢 其实我就知道 她也挺想打的嘛 这个 而且当我知道 酒驾到底是什么东西之后 我就觉得 无论如何 我也要去给她打 你觉得她是真心喜欢你 还是说 你给她的这些礼物啊 什么的打动她了 她对你有好感而已 我觉得我俩在一块儿 其实也有一些 很多的喜欢她对我 我没感觉到她意思 她喜欢你 我们不去过深地探讨 你对她的感情啊 但是我觉得 在讲述过程中 还是多少能够感受到 一点刘洋的性格的 你还是一个 善良又实在的孩子 善良又实在 不管怎样嘛 我们其实 这个和人交朋友嘛 送礼物也属正常 但是还是希望 以真心为基础 礼物呢 酌情去送啊 其实我本人吧 我对爱情 是一个比较执着的 其实说实话 轻易不会爱上一个女生 如果爱上的话 一定会爱死去活来 因为我爱她的同时呢 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我所有的家里人 没有一个人是支持 甚至没有一个人是同意 都是反对 但我即使是这样 我觉得 我最后就是很开玩笑地 想过一句话 当时看三国有一句话 曹操所说 我宁可负天下人 我也绝不愿负他一人 那我想知道你们从在一起 到分开多长时间 出了整整99天 那是有很久的吗 也没有爱得很深 那也没有爱得很深啊 相识 相识了将近150天吧 记得好清楚 如果我们要跟你走的话 那就会不会就是 作为一个你忘记前女友的 一个辅助呢 不会 过去就是过去 曾经就是曾经 今天能爸爸陪着 一起来我们这个舞台 肯定还是放下了过去嘛 想要遇到一个女孩子 继续能够幸福地走下去 是吧 对 咱翻篇了啊 不去再纠着这个事 你们谁没过往 要不咱跳过这个话题 说下一个吧 来来来 第二个 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我都为你捏把汗呀 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来 家庭跟事业 其实我觉得家庭更重要 因为我上一段感情 就是因为这个而分手的 因为男朋友在重庆 我在北京 然后就是一滴恋 就是聚少离多 然后很多问题 也没有办法及时地去沟通 所以呢就分手了 所以我也挺希望说 以后我的男朋友 可以来北京跟我一起生活 甚至说如果愿意的话 也可以做追戏 这个也可以 介绍一下背景啊 千千小姐姐呢 是一个家境优偶的女生 全家都感情非常好 她当然自己也有职业啊 对 这些就是车子啊 房子啊 就是我们家都有 不用担心 然后就是你融入了 我的家庭 你就拥有了事业 还有事业 对 我的父母会安排好一切的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入坠到你们家 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吗 比如说以后孩子的性要跟谁 没有 没有 没有其他条件 就是因为我是不是很看重钱 男朋友也不用给我花很多 就是我就想找一份 很纯粹的爱情 要的就是这个人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不需要 小杨 小杨 这种模式考虑吗 不太考虑 作为一个男人 他要有责任感 他要有自己能支撑起家庭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我的事业 我的努力 我可以自己去打拼 不靠另一半 保持尊重理解 我的话 就是如果说是非要在家庭和事业当中 非要选择一样的话 我会先选择事业 就是家庭因为不是我一个人的 我尤其反对那种男主外 女主内的婚姻模式 我更希望是 如果说你想要我为了孩子也好 为了家庭也好 放弃我的事业 你觉得这样可以 那有本事 你去放弃你的事业来照顾家庭 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求我 那你先 你觉得你可以做到 那我也可以做到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非要选择的话 我选择事业 在我看来 应该是家庭比事业重要 我爸爸妈妈 其实会跟我从小到大 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我们每周都会花出两天时间 然后专门去用来玩 对 自己家人在一起 对 因为他们会跟我 灌输一种思想就是说 不管就是你工作在忙 还是怎么样 我们整个出发点都是希望就是 以后大家可以过得好 我也很奇怪一个点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身边好多朋友 他们就是每次发朋友圈 都是会屏蔽爸爸妈妈的 对 我不是很理解 因为我感觉就是 要跟双方去沟通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想法 刘洋 你发朋友圈 屏蔽你爸妈吗 不屏蔽 你们屏蔽吗 屏蔽 屏蔽的请举手 就我一个是吗 我会屏蔽 因为我们家庭的话 我属于那种打击式教育 在我妈妈的控制欲 极强的教育方式下 很多我发的朋友圈 她接受不了 甚至我穿一个吊带 开了一张照片 发朋友圈 她觉得我这个太暴露 让我命令我要删掉 我的头像都要经过她审核 才能用 不然她又给我发微信 所以有一部分的朋友圈 为了避免争吵吧 可能我会屏蔽 然后就这个关系的话 我未来有老公了 那我可以为了老公 老公在我能力的条件下 我退居二线 她主爱我辅助 但是我不能没有工作 我的工作是我的底线 就我一定要有 但是我可以少干 但我不能不干 就重心放在家庭 对 重心我可以放在家庭 但是你也不能要求 我没有工作 全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我接受不了 虽然说是爸爸选的问题 但是我想反问你一下 家庭跟事业的关系 那你想要哪种类型的家庭 这个是我爸爸的问题 其实我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那爸爸说说你的观点 爸爸说说吧 我的观点就比较老 这比较注重家庭的 叔叔您是希望就是以后 未来的儿媳妇 希望可以在家里 就是照顾好您和阿姨 然后就是带好孩子这些吗 那也不是 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就是这要平衡好了 那不会是说 我既要在家里照顾老人 照顾孩子 我又要工作赚钱 是这个意思吗 不内不内 就最好能够做到坚固 对对对 因为我妈妈属于是一个工作非常优秀 在公司算是高层主管的一个级别 然后在家里头又是可以做一手好菜 洗衣服做家务 都非常坚固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士 所以爸爸去照着妈妈的样子 在给你挑未来的那一般 但是我更多的看重的是 我觉得女生可能更多的是 应该倾向于一点点家庭 你去工作的话 那更多的可能是你生活以外的消遣 所以你并不想找妈妈那样 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 虽然她把家庭照顾得也很好 你的第一首选不是妈妈那样的 对 我在爱情中有两点杠吧算是 就是如果要是说一个女生 她的收入比我要高 然后在恋爱中 她这个花销比我还大 这个是我接受不了的 还有一个杠 就是我不能接受女生 在恋爱中一分不花 这也不行 那比例呢 女生花个百分之二三十 剩下的男方主要是花 所以你是想要多付出 对对对 多付出一点肯定是男方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说是收入比你高 但是花钱比你少 这样呢 那她肯定不会接受的 这样也可以 那我是不是就认为 你这样就是对自己是最有利的 你想我自己挣得多 是因为我能力在这儿 然后我自己挣到的钱 我可以大花特花 是因为我习惯了 我就这个收入 我就习惯了打手打脚 那我挣的钱 我这个刚才说的前提是 在双方恋爱中 这个钱是花在咱俩恋爱之中 她的意思是 你挣的钱比她多 然后在你们两个人 共同出去约会 你花钱花的比她花的多 她不是说你一个 这个意思 不是你自己 你自己爱花多少花多少钱 对对对 咱俩出去玩我买单了 你就会不舒服 对吗 对对对 但是你为什么不能接受 收入比你高的女生 其实说实话吧 我妈的收入比我爸要高 然后我妈在家里头 比较强势吧 主要是 这个我不太能接受 老刘 我觉得 其实你爸爸性格温和挺好的 但是你希望自己 像妈妈一样 强势地在家里 或者说位置至少是平等的 其实说实话 我妈属于工作非常好 非常优秀 女强人 然后是家庭的 也能照顾非常好 基本上可以不需要 另一半地去费心 但是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性格非常的强势 但是家人 女性在我看来 我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我妈非常喜欢 所以你是有点 大男子主义吗 大男子主义 我还是挺尊重女性的 我觉得女性需要多多的宠 我一般过我的 之前的对象都叫公主 对 小公主 可我想当女王怎么办 所以她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她说了她妈妈 应该就是女王类型的 我觉得你也有这个气质 我想冒昧地问一句 就是说想找这种 服从感比较强的女生 是因为妈妈比较强势 那么是不是担心 如果这个女生 同样强势的情况下 婆媳关系很难处理呢 需要女生百分之百 去服从你的妈妈呢 这个我觉得男人 更多应该是一个桥梁 更多是一种疏通 不是说一味着谁顺从谁 我也不会让我妈 去顺从我的女朋友 我也不会让我的女朋友 去顺从我妈 那你和你妈妈之间呢 你顺从你妈妈吗 也许我不顺从 大概她听话吗 在家听妈妈话吗 有时听也有时也不听 能看出来她有性格 她很倔的 如果和你妈妈有矛盾怎么办 那具体的矛盾 具体分析 因为他们知道 妈妈是强势的 他们特别害怕 你是一个妈宝男 对不对 对 都听妈妈的 然后自己没有主见 那么女朋友 或者未来的媳妇呢 就会遭殃 所以他们要确定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妈宝男 其实这个问题 我有个更好的解答 就是 跟那个恋情中的 我妈妈属于是 已经极力反对了 因为我妈觉得 那个女生 就是单纯的物质 完全的就是说 涂我一些个金钱 什么的 后来我妈说了 你如果真的非常喜欢 这个女孩子 那么妈妈呢 也不阻拦你 那么就请你 从此再也不要 回到我这个家了 就跟她走吧 决裂了 对 最后给我的说法就是 你妈妈和这个女孩子 你二者只能选其一 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 你怎么选的 一开始这个问题 出现的时候 我就是说 极力地去缓和 手牵手位 可以说都是肉 但是最后的时候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可以保持 跟我妈继续地联系 继续地去孝顺 包括我跟我妈呢 之前在收入不错的时候呢 完成了她人生中 可以说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心愿 我爸都没有完成的 这个心愿 什么 就是我给我妈 买了一颗大钻机 我妈说过 跟你爸在一块 一辈子没得到 一枚钻机 然后没想无所谓 我帮你达到 我觉得她这个方法 就好的 如果产生了矛盾 我对谁都好 分别对她们 对 期待有一天 她们能彼此接受 我就说我的选择就是 妈妈 我会继续去跟你这个孝顺 但是我眼下 可能我会搬出去了 哦 有钻机的照片 你们想不想看一下 想 想 想看 哇 妈妈好漂亮 所以我还真的通过这个故事 觉得刘洋还真的是一个 挺有能力的男生 挺爷们的 我觉得 在情感上还是挺坚定的 而且她有方法 她不慌 挺好 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吧 面包爱情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爱情比较重要 我们家嘛 就是一个普通家庭 但是我爸就特别爱我妈 我妈就没啥什么 失严心的 因为我爸爸就说 女孩子不需要做 太辛苦的工作 把家搞定了 然后平时有其他的时间的话 可以去做一下 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样子你在家里 也比较不那么无聊嘛 面包的话 可以让两个人 一起去奋斗 在我心里的话 可能爱情比面包 稍微比重高一点 我现在是一个 再读的研究生 这样的工作就是说 是教那个 那些要考研的学弟学妹嘛 所以说我目前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觉得目前我所欠缺的是爱情 我希望可以通过两个人 就是慢慢地 就是有了爱情之后 去创造面包这样子 那如果假如说 你的另一半 他在这个事业中不幸夭折 他的公司破产了 然后他这时候很惨 一无所有 什么 之前可能爱得很轰轰烈烈 但是现在来讲 他非常落魄 这个时候你会如何呀 我觉得我既然愿意选择你 那么我就有陪你走下去的决心 对 不理不器 不管怎么样 我都愿意陪着 超过三岁 我就觉得三岁是一个年龄差 还能接受的范围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我特别特别特别 你会喜欢这个女孩 一见清新的话 其实爱情 年龄就不重要了 年龄就不重要了 对 十岁也不重要了 你看他变得好快 他那个女人想法就比较幼稚 老爸能不能给儿子点面子 成熟的男生不会第一次见面 就给人买那么贵重的礼物 是的 下次不要这样了 然后99天以后 就真的被坑惨了 这就是你不成熟的表现 因为你遇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没有理智 在爱情面前挺单纯的 所以这个面包和爱情 哪个重要 我和他一样 我恋爱脑之前也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对象 两年他一份工作都没有找 我找了三份兼职 去养这一个人 最后我们俩分手的时候 他离开天津 回内蒙的机票 是我给买的 知道吗 我送他去了车站 因为他没有钱打车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 面包是最重要的 可以不用太多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肯定没有爱情 所以说 我觉得当获得爱情了 之前是必须要有一点经济基础 那你现在 具备这个条件了吧 基本上具备 高中毕业开始就 不如说带球 一直从事训练 然后一直在兼职上大学 然后我现在目前为止 自己名下有两辆车 全款买的 自己的钱 然后还有一些积蓄 还有一些理财吧 对 房产是没有的是吧 房产这个东西 是我父母给我准备的 那我刚从VCR看到你说 你的那个理想是找一个 能和你一起玩乒乓球的女孩子 那如果说我可能对你这个不太感冒的话 你会去要求我要跟你一起 就是学也好打也好吗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期望 你不打我也不勉强 我课也挺贵的 真的 刘老师课了多少千一小时啊 三四百吧 你是这么好的教练 那聊了这么多女孩们 包括刘洋的爸爸和刘洋 你们还有没有在最后这一个 简单的时刻想要再去提问的 就是我想问一下所有人 就是你们在恋爱中 这个会积极地发这个碰圈 婚宣之类的 你还真是向爸爸说的 幼稚这样的问题 幼稚 爸爸是不是有点幼稚 就是我这不说的 一直说到幼稚 不 我跟您说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这个能看得出来两个人 在爱情当中是否同频 你们会官宣吗 会 官宣的举手 就孟雅不官宣 杨雪也不官宣 我是看发展到什么程度 那你到什么程度才会官宣 就觉得两个人 真的会去规划以后了 感情趋于稳定 稳定 对 杨雪呢 我不喜欢我的私生活 每一天都公开给所有人看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有一天会结婚了 我可能会发婚纱照在朋友圈 我是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刘洋什么意思啊 你的什么观点 我觉得官宣还是挺有必要的 他一定会想要官宣 而且我习惯的官宣还是那种带着小多文的 我问你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 如果你的那个一见倾心的那个女生 她就是一个不愿意官宣的人 怎么办呢 无所谓 在我看来让我一见倾心的那个女生 她什么都可以 我刚要说这句话 对于她来说 最重点的是她一见倾心了 所以你看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其实刘洋是这样一个男生 他是一个定了很多条条框框 其实只要一遇到他 一见心动的这样的人 喜欢的 其实所有的条件都没有 都会答过 就变成爸爸说得很单纯很幼 都会说那种入罪也可以接受 你看 在感情上其实是盲目的 定了一堆条件 只要头一婚什么都不顾 好 我们看一看 这轮交流 让刘洋最心动的是谁 爸爸又觉得谁跟刘洋最合适呢 先请父亲来选 来 刘洋爸爸 你觉得那位女生最适合她 请选择 不是 她有说话吗 刚才 我觉得她说话好少 来吧 你选吧 你来选 刘洋的选择是 我跟你们说 刘洋这个小伙子 确实是他有自己很独立的判断 不会被外界所影响 她对情感很执着 来 你们可以猜一猜 五号 你们觉得这一轮 刘洋选的还是五号 对 我们觉得爸爸选了十号 爸爸选了三号 我觉得 爸爸选三号 我觉得是这样 四号 五号会二号 六号 你们还是不特别了解刘洋 爸爸也不太了解刘洋 是谁呢 来 请看大屏幕第一轮当中刘洋最心动的一见清醒的女生是谁呢 请看 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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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说的五号 来 来看看这轮当中 爸爸认为谁适合刘洋呢 请看 爸爸一直觉得愿美特别适合 为什么从头到尾都一直觉得五号跟儿子最合适 五号挺阳光的 那个挺实在的 我爸是实在的 刘洋在这轮的选择会不会爸爸一样呢 来 请看刘洋的选择 果然 从未变过 王嘉宁 没有看到你更多的关注她呀 其实我觉得我上场 80%的目光都在发现 真的 你发现了吗 你们发现了吗 没有啊 你藏得好深啊 在一开始唱歌过程中吧 跟她的互动也比较多 然后到了后面三个问题 她的回答基本上也非常的 合你的心 所以一开始她那个乒乓球啊 给自己挖它坑啊 你把那个真爱给到愿美 你说你这啥意思呀 但是我把 但是我把球球给了 球球是我自己选的 对我说了 不是真爱 给你的那个乒乓球账 我自己选的 所以你还专门选了球球 就是觉得这个男生第一印象也很好 对 哦 原来你拿的是球 原来缘分藏得这么深 好看啊 你已经有点套路了啊 对 录制的就觉得 好多小坑 对 咱都窍进去了 出来之后又一个小坑 而且还好多惊喜 意想不到的 一愣一愣的现在 我都迷我 迷我 就因为一开始 可能我已经设定了她的目光都在五号那儿 所以这全场我就觉得 所以呀 但你看人家霖 人家一直从头就知道我要选球球 无论怎样 有时候缘分就很神奇 也很美妙 那经过这几轮我们的互动之后 两位清新女生 是否愿意点燃你们面前的灯 来 三 二 一 请选择 嘉玲加油 你快给她加加油啊 你不说上去啊 嘉玲请你好好考虑一下你的选择 就这么一句话再说 我从上台到现在基本上都在很关注 太直男了 你说点愣漫的话呀 你证明点你 对她的那个 可以上台队视 他把你们给急的呀 上台队视十秒钟 我们倒数三下 请嘉玲做出最后的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你不是拿了那个球球吗 但是后面听了她那个故事之后 就感觉可能不太适合我 哪个故事啊 就是她追女孩子的方式 我不喜欢 就是喜欢送女孩子金项链的那种 假如说你会用这种方式追我 我第一天就会拒绝你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腻的人 当时是她跟我说的 说她这样就要真击 她不是有腻 她是单纯和幼稚 她觉得人家喜欢什么 就是这种方式可能自己不太可以接受 我比较喜欢普通的一种 也是感受从花的那种 我愿美 你刚才没爆灯是不喜欢她吗 不是 首先的话就是感谢爸爸喜欢我 我觉得爸爸的眼光挺好的 其爱的话呢 我不爆灯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男生可以再去争取一项女余 女余 对 你真的对五号一点都没有心动的感觉吗 就五号是挺好的人 可是你一开始真的跟他表现的是最来电的样子 因为我俩可能比较随和 一个朋友 对 但他在爱情当中真的是挺一根筋的 那刘洋可能是有点一根筋啊 爸爸说是不是 对 但我相信他是一个好男生 将来也会遇到一个值得彼此托付的另一半 谢谢刘洋和刘洋爸爸来到 我们很高兴去见你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 也祝福你能早日找到属于你的真爱 好不好 好 加油吧 然后能够幸福啊 加油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二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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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眼光好 我觉得这个刘洋是恋恋不舍地走的 他有时候内心的悸动 对于我们年轻人 或者对于每一个渴望情感人挺珍贵的 没错 所以别说他轴也别说他幼稚 为了爱我们去吩咐一切 也是值得 对 总之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我们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很高兴地 认识我们每一位 嗯 也希望你们都能高高兴兴地 遇到将来那个属于你的他 是的 好了 本期的很高兴遇见你 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